欢迎大家回到《井干什么队》 今天我们来到了南罗古巷 来吃一家播剃店 为什么来吃这家店 因为好多小小园说天保食仓饺子城关门了 让我再推荐一家没存货 所以我就问了诚哥 诚哥身为一个老北京 什么叫老北京啊 老北京 给我推荐了一家南罗古巷的播剃店 说特别的好吃 也没特别好吃就是特别 说有什么草莓馅的 芝士馅的 一直就好多外国朋友他喜欢 当铺领的 你还是说饺子吧 饺子 那么今天我们就决定去品尝一下 诚哥推荐 老实水饺味道怎么样 Let's go 这家店真过了吗 光了开了一个剪头发的 两层 还让老板聊聊天 说开了十多年没怎么挣过钱 咱拍完那一个月正经赚钱了 然后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完成了梦想 然后就开发廊 哟 到地儿了 老实水饺 真的有意义的呗 对 米斯的石 Dumpling 哎呦 哎 等会 这不是你谁吗 李箴头 谢贤 谢贤是谁 谢贤是谁 他爸爸 真哪 嗯 那是假猫 还捐屁股呢 看野猫吧 拿那 看把树子去 赶了 嗯 OK 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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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菜吧 诚哥 哪个菜值得一吃 我好多年没吃他们家了 奶酪猪肉 奶酪鸡肉 螺螺液 奶酪黑胡椒 西红柿 馅的 属于茄子 吃什么了 可以尝尝 来一个芝士鸡肉玉米三秒椒 咖喱牛肉香菇 咖喱牛肉香菇 决定了 来一个奶酪猪肉香菜吧 好怪 一般地吃不着啊 然后素馅来一个鸡蛋韭菜吧 饺子差不多了 不过再点了 给祖宗来怪味儿茄子 什么 我这里以外都是高丝模糊的 巧克力香蕉巧克力苹果 括号6个45元 巧克力香蕉巧克力苹果馅饺饺子 挺牛逼的 有点那个吉士果那味儿的 诶 祖宗要吃那茄子点了吗 不必了不必了 都 祖宗 行 那就这么多了 我还说打着祖宗齐号点点我爱吃 带鱼拍黄瓜 招牌三鲜 锅厅看着挺脆 快点了吧 开饭等半天了 来 三鲜点锅厅 尝尝 不脆 没有想象中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感觉 这平时面子 生的一样 那个跟想象中的味道差有点软 不能老爱够了 对 抱肚 嘿 抱肚看来行 尝尝啊 抱肚 诚哥你先见证这抱肚啊 送这刀工啊 我跟你说 蛮大的 啊 哼 猪肉酒菜啊 尝尝一下吧 猪肉酒菜 越吃心里越没底啊 尝尝 这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肉馅比较嫩 另外一种就是有点没收 这太韭菜肉了 别瞧瞧了 把韭菜丸跟猪肉全鱼 对 吃的我就想家了 他这是生韭菜 直接切完货馅了 这有鸡蛋 这什么馅 鸡肉玉米 鸡肉玉米 尝尝吧 我原来吃他们家这个馅还行 是吗 鸡肉玉米 诚哥说还行 我 哈哈哈 鸡肉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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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不光有鸡肉玉米 还有奶辣 吃 还挺新奇的这个体验 这你别拿着当锅鸡的吃 你别拿着当一吃的 对 一吃 鸡肉玉米 你怎么样 我作为一个没有偏见的人 觉得我有一些产业 比较是我也没有吃过 他那个是能够好多 然后这回你学下不是忙吗 不能耽误你学业的 我耽误了他们也不从业的 我耽误了他们也不从业的 怎么样 定了什么呢 可以啊 好吃 好吃 没定干鸡肉饺 没点干鸡肉饺 没点干鸡肉饺 那玉米鸡肉超好吃 可以尝尝 其他就算了 你看这一个饭馆 老外比中国人了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下刀 咱叶什么家 盖鸡肉 咱叶牛肉 咱叶牛肉餡 咱叶牛肉馅 这个叫 阿拉伯的风味 咋的味儿还挺重的 特别浓郁的香料 满满是印度 人家有印度血统 感觉又卫生了 罗勒叶 黑胡椒是吧 这有点像饺子了 它应该就是包厕了 包成饺子 然后锅丁一下 猪鸡合璧 罗勒叶 黑胡椒 牛肉 西胡植 这跟吃了一个 绿罗 这跟拌沙拉之前尝一口那种感觉 特生性 就特别大自然 来 你尝尝这个 桥栗的 桥栗上了 这还配的酸奶 反正我这翻这个 你尝尝这个 脱臂不会翻 蚊子还不错 蚊子还不错 有点感觉甜的味道 我尝尝吧 拿啊 瞧个例苹果上 比较苦 这还占不了座 现在是不是还挺怀念多分多的 只能重合在记忆里了 它没辣 能特别明显地感觉到 还结合西餐的那种做法 好做中餐就完了干嘛要做西点呢 巧克力香蕉 对 好了 搬巧克力香蕉还帮有很希望 因为这俩东西放一起 味儿应该不会差太多 这么秧 比那个好 比那个好啊 行明白了 给我加一个 尝尝啊 这感觉派了一期挑战你知道吗 尝尝啊 巧克力香蕉 不哭 像不像那种模型的蕉 你看看里边 磁穷了 咱尝尝尝吃那锅饼真黄了吗 黄了 所以那你们什么时候怎么要孩子呢 哎那这事是不是有残举中了 不是呢 点赞过50万没有啊 没有 我真没看 那就是胡耳利呢 他很想要孩子 不想要孩子 点赞过X就没要孩子了 我觉得啊 就点赞过10万就行 我不是着急啊 我没着急啊 就是这个能达到 来 最后一口你吃这个 我没着急啊 我没着急啊 来 最后一口你吃这个 是什么事 你吃嘛 行啊 吃差不多 最后一口 我吃好了 行啊 吃完了 点评一下 行啊 吃完了 眼评一下 首先那个位置飞到黄金啊 坐落于囊锅骨相 深受外国有人的喜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成哥喜欢啊 成哥推荐 必属精品啊 采访一下成哥什么心情啊 整体呢 咱也看到了 这个饭馆不大 不到十张桌子 一大部分全是外国有人 吃起来的 就是跟锅厅和饺子一点没关系 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长见识了 不过今天还能这么做啊 各位us主嘛 你们想拍挑战菜 这家店是一个不错的选题 这回我们人均吃了144 所以我们有科学打法 给他们家打了一个2.862分 你说你改良那个锅厅啊 目的是让别人吃顺口 但是你不能改得那么过火 你首先你得自己吃顺口吧 往外收一收 可能还有救 你知道吗 行 今儿这么着 下回在家吃别的 再见 你说的是 密切 1 2 3 4 5 4 5